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概是六年前 然后就是突然间 然后在运动的时候 发现左上臀会疼痛 然后到屏隆属医院去检查 然后做电脑断层以后发现 医生给我结论是轻微的椎间板凸凸 那时候就是他要我做复健 吸了一般的复健 然后因为那时候刚好我们到SARS 所以就那段时间就没有再去做复健 然后因为工作的关系 然后来到台北 然后就这样子间隔六年 直到最近整个就是恶化站立 或者是走路的时候 就是完全没有办法 左上臀疼痛会让我没有办法 影响到我的工作 连工作都是有问题 然后就是因为这个问题 我又到了台北台大医院 去做了核磁公证 他的结论跟六年前是一样的 就是第四五节脊椎在肩盘突出 然后已经 因为家人没有办法在台北照顾我 所以我回到屏东 已经在高雄医学院 他一把我转到屏东鼠立医院 已经安排好要开招 然后开招了前三天 因为我姐她是在屏东草州 她说服务人社社有介绍 找她要我来这个 这里是内府 张医师这边就是开刀前三天 然后过来这边 就是抱着怎么讲 姑且一试的那种心态 我已经笃定就是要开刀了 然后就是经过那一次 张医师把我推拿以后 就是整个感觉 行走路或者是站立的时间的话 就是跟之前完全不一样 就是症状改善了很多